AG击败EDGM 1比1获年总首胜 一诺化身人形白起货 MVP赢争议 泡泡老师带片弹幕 我这个逗啊 渴染三楼抢关羽太有东西了 就在刚刚 AG对阵EDGM首局首发登场的 是三位Tip和两位首发选手 但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配合及操作明显拉低了队伍实力 不过也数正常几人 很久没有打过正赛磨合不够 紧接着第二局首发三人 气势汹汹轮换上场 冠军首发让大家非常期待 选人阶段 AG齐招给宜诺 选到罕见冷门的李源芳 同时大胆在三楼 就给轩然抢了关羽 不过在前十分钟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AG运营上略有优势 直到十分关键 龙团在EDG孙策 拍到宜诺李源芳 同时又被哪吒飞到 却没能阵亡后 这时EDG前排脱节 后排击杀长生一星 时间又太久 导致被全部收下 轩然两刀 送一曲沈梦希回家 三连决胜起飞 随即在AG大优势下 又一波关键团战 一落李源芳 化身人形 白起拉着出城哪吒 虽不小心被换掉 但EDG的阵型 已被托卡后排暴漏 终于凯黄顶伤害 轩然关羽 配合输出一波一换四 EDG几乎无了 最后一波 EDG想出来找机会 输死一波 却被AG轮番击杀 一曲满邪沈梦希 被渲染关羽 差点单杀化点十足 紧接着关羽月塔一刀劈弹 孙上香大帅小林 配合闪抽顺脑干费 EDG 哇噪 什么 秒抽 林真起手 秒抽抽死了 现在明星的抽血 是秒抽的 他大招是秒棒 秒十棒秒扣血 最终 AG轻取 EDG将底分扳平 这才是冠军战队的真正实力 打EDGM还是绰绰有余 赛后数据 以诺李源芳 0-3-7抗压设 扛下所有 其他四队友 数据非常华丽 可导播却将MVP 救不到了一幕 虽影争议 但这波节目效果拉满 以诺渲染都笑了 我抗压 我承受太多了 0抗3抗7 18.1的上那比 23.3的承受那比 导播老师搞事情 这把给渲染没问题 导播老师在搞弹幕效果 导播老师在骗弹幕 忘了个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